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就是我們這個PREASE簡報 那麼我們這次主題是你可以用這個翻轉平台來怎麼樣 學習也好也可以用來做教學 就好像說我們請大家加入這個群組一樣 那您可以看到其實說真的現在學校的環境 大家應該都知道變化蠻大的 如果您本身是有在進行教學的話 應該會發現現在校園裡面 老師的士氣通常沒有很高 因為挫折感還蠻重的吧對不對 那怎麼辦學生在變時代在變 老師要不要改變一下也是要改變 你教的內容其實知識來講事實上是沒有太大變化 可是怎麼樣工具可以調整一下工具可以調整 我們希望說其實現在有很多科技的工具 不見得說一定是要用很多 但是你可以利用這些工具來稍微改善一下彼此之間的關係 讓學的人也覺得說上課比較有趣一點 上課也比較有趣一點 那麼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個 您看一下一般這個剛好最近那個 OneNote在五月份的時候有做一個改版 做一個改版它現在有就是現在各位用的這個版本 有一些功能還不錯 反正你之前沒用過有沒有改版 看起來沒有差太多嘛 所以應該還好 那我們先往下面看 來 那麼其實比較好的我們講的有效的學習應該是怎麼樣 課前就要先預習對不對 來進前先看這個 嘿第二個課堂的時候 學了之後馬上就來練習一下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有印象 最好回去的時候還要復習 所以我們今天雖然是只有三個小時的課對不對 三個小時的研習 但是我有留一個你們報名的時候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齁 我不知道那個資訊有沒有寫在上面 我們大概等一下會讓大家挑一個時間 就是大家比較方便的時間在雲端見面 因為在雲端見面我們還會有送東西 這樣了解嗎 因為要鼓勵大家回去用 好不好 因為這樣的話呢 比較OK一點啦 因為其實我們希望各位可以真正去實際用看看 你來看看說這個對 因為不是只有說只能做教學嘛 其實做學習也是個很不錯的方式 很不錯的方式 所以最重要是要happy一點 這很重要 現在大家壓力都很大 常常都是上課 或者是說工作壓力很大 你一點都不高興啊對不對 這樣不好齁 這對身體不好 好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囉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幾個齁 這個所謂的那個可汗學院 等一下 好 可汗學院的一個介紹影片 因為可汗學院的話 他是那個 這一位創辦的人 可汗學院的部分比較強調是自學 比較強調自學 那 他當初呢就是為了幫他的 好像是子女吧 補那個數學啊 因為數學太爛嘛 但是又距離很遠啊 怎麼辦 他就自己錄教學影片啊 那 開始就在一錄這樣一直 就錄下來 就錄好多的這個內容之後 因為網路上 因為不只他的子女看到 網路上其他人看到 覺得這個教學不錯 因為 就跟剛剛 大家在看 我剛剛講的那個錄影方式一樣 請問各位 平常如果上課的話 老師 講過去 你假設參加 我們不要說 三個小時 我們講 一堂課好了 難免有時候 會恍神一下吧 因為 手機來了看一下 對不對齁 然後呢 朋友講話一下 哇 一回頭 老師剛剛講到來忘記了 馬上就給他忘記了 或者是沒注意到 一不留神 就忘記了 那怎麼辦 平常 你不能直接replay啊 那如果說 老師有把這些東西準備好 其實你隨時可以重複複習 又不會不好意思 老師再講給我一次 聽看看 對不對 有些 我也平常也會比較不好意思舉手啊 因為老師可能很認真講的 現在再講一次 對不對 如果 比較多人不懂 也許老師可以講 只有一兩個 哇 你就不好意思講 怕耽誤進度嘛 那你就自己再replay一下 這樣不是很好嗎 所以 就像這樣子 那 這個呢 我們先看一下齁 這個部分 影片 今天時間比較不夠 就是各位回去可以自己稍微再看一下 因為其實現在 也有一部分 學生是用 在台灣的齁 就用所謂自學的方式 自學方式其實也是不錯 不過說是這樣 自學家長是比較辛苦一點 哈哈哈哈 對啊 因為你要寫企劃書 要幫忙規劃一些東西 那這個 講義的部分 我們沒有特別把它印給大家齁 所以您在這邊看也可以 也可以齁 好 那麼我們就先跳來這邊 剛剛呢 已經有跟大家介紹怎麼樣做註冊的嘛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的齁 所以兩個方式 看你是要 這是舊版的畫面齁 舊版畫面 看你是要用直接註冊的 或用我們講的所謂的訪客方式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解決方法 那我們往下看 在這邊 好 那麼 你進到OneNote之後呢 事實上它有分 有分三個部分對不對 剛剛我們在一個發現裡面有看到三個 好 那您看齁 其實我們要做學習的話呢 您可以發現就是 其實 課程 如果你要做教學當然是最好 但是如果你不做教學 我就來這邊做學習 所以第一個動作 你可以做什麼 訂閱的動作 看別人的不錯 我就這樣 訂閱起來 好 訂閱起來齁 那您可以看到呢 我們來這裡 我們就先從 剛剛這個地方齁 比如說 大家進到這邊來了 你看 在發現裡面 我們剛剛有跟各位介紹的 叫做課程跟群組 課程就是比較單純 一個課比如說國文課 英文課 這樣一個課程 那單元就比較像是我們講的教材 就是單一個教材 比如說我國文 我現在可能講到 教到第一課 第一課的什麼 這個教材 類似像這樣 所以如果你進到這邊來 你會比較清楚說 人家最近新增了哪些東西 那麼如果你只看課程 你看我們點到這個課程 你就看到 比如說你看我最近有增加 有更新 你知道但是你不知道裡面更新什麼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看的是所謂的單元 你就可以知道每一個 最近人家增加的 這個就是我增加的 這樣了解嗎 那它來自哪裡 有沒有看到什麼時候加進來了 這樣是比較清楚 所以如果說你比較在意的是 我想看看比較新的東西 那麼你可以從所謂的單元裡面去找 那如果你想要比較早 我就是國文類別的 那我當然找國文相關的 你就可以從這邊去找 那它不只這邊 你可以直接看全部 這樣就會列出比較多的內容 就會列出比較多的內容 那這個是一個 那麼當然不小心 我們剛好介紹一下 就是我的剛好排在前面 我最近有跟他講 我可以稍微放後面一點沒關係 因為這上面的東西 其實它有一段時間沒更新了 事實上我的東西不只是這些 不是這些 但是你可以找找 那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其他很優秀的老師 他們的一些教學的內容 教學內容 你就可以從這邊進去 那課程的部分呢 比如說你想要看一下有關 跟我們教學 可能你要找一些素材 那你點進來之後 你可以這樣單獨做學習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在這邊它可以幫你做學習紀錄 如果說你沒有做所謂的訂閱的話 那你就打開我想要了解一下什麼 就是創用CC 點一下 那就直接看而已 就很單純 這樣就直接看 可是呢如果你有訂閱的話呢 可以做一點點事情 你還可以做什麼 好找好用好記 有看到嗎 就是你還可以做筆記 你還可以做筆記 所以如果你有訂閱的話 訂閱完了 你會發現 介面有點不一樣喔 對不對 剛剛我沒有訂閱的時候 是只能直接看 我們再看一次喔 你看一下 在這裡 好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 這也放掉了 好 平常如果這樣看 有沒有 剛剛看到的只有這樣而已 對不對 可是呢如果你今天有訂閱過的 它也會出現在你的課程裡面 有沒有看到你訂閱的出現在裡面呢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的 發現是看別人的 這兩個是你自己建立或者你訂閱的 所以你的學習記錄就在裡面 好 學習記錄就在裡面 所以我從這邊點進來 你就可以做所謂的開始學習 那 這個地方呢 你就可以從這邊去看 欸我覺得喔 這裡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輸入筆記 就在上面做筆記啊 對不對 那我下次來看這個教材的時候 教材不見得一定要是自己的 但是我可以針對這個教材裡面 我覺得 我覺得我可以再補充什麼內容的 你就可以放在這裡面 好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有手寫的筆記 像我這樣用畫的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呢 當然就 它需要一個 等一下我們跟各位介紹 有一個瀏覽器的那個擴充工具 好 你有裝了之後 你就可以把這個畫面拍下來 這個地方好像有點問題啊 這是我不太清楚的 你就可以用拍的 嘿 用拍的齁 所以你看我這樣做完了 你看 你就可以直接從這邊再點過去 有沒有 好像這樣 那假設如果是影片題的最方便的 影片題的 我往下走一下齁 我看一下 喔有有有 這裡有一個影片題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 影片的 比如說 欸你看了 你看了這段影片 那你可能是在 可能是第一分鐘的時候 我覺得有什麼問題 我就在這邊 第一分鐘 十 的畫面 好了齁 按確定 哇 因為這個是 因為現在這個是 我這邊用的是那個 就是 訪客的帳號 所以不行 那如果你是標準的 它會自動幫你記錄 你現在看到什麼時間 有什麼問題 然後在這邊會有寫 就什麼時間的時候 你做了什麼筆記 這樣子 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一點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 有些時候我們在看影片 你不見得 記得說 我有問題的是在哪一個點 所以這是它的優點齁 那您從這邊 齁 從這邊就可以像這樣 那麼如果您學習過了 比如說我現在這邊離開 那您剛剛的那些 學習的歷程 它會幫您記錄在裡面 有沒有 最近哪一 什麼時間 做了哪些內容 跑到下面去了齁 剛剛一進來 有看到一個那個 齁 就類似像這樣子 它會幫你記錄起來 那麼這個是在一般的課程 比較有點像自學的感覺 自學的感覺 那 我比較多的都是在群組 齁 比較多都是在群組 所以群組裡面互動的功能會比較多 那所以我先單純先到這邊 讓您先試看看 您去發現裡面 找看看有沒有你喜歡的 先從訂閱開始 好不好 來畫畫面還給您喔